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日星期二 首先我們也是一個星期第一次講 講講這個十日資金的流行和成交金額 北水在接下來這個星期都不會來的了 很簡單,沒什麼講 上次北水來講 其實我們看得到一件事 例如是足夠的 走的只有42億 所以在這裡基本上北水流港是較多 在這裡再看 進來的就是美團、騰訊、快手等等 而流出就是中移動這些 就會見出有流出 其實中移動最近股價都變弱了下來的 這個看到這是過往一直北水的流入 這條紫色線 是北水20日的平均移動線 你看到它基本上都是起之上的 雖然最近北水流入是緩慢了 但是都是出現的 入多出少 好了 我們再跟著我們看看 就是這個 所有板塊方面 所有板塊方面 今天呢 是跌到一隻狗那樣的 為什麼跌到一隻狗那樣呢 因為沒有北水嘛 沒有北水來就沒得玩了 這樣 變成了 就是 很多都是出了來 那麼 會有人會有一個疑問 喂 那為什麼上個星期五 就是放假之前的市 就這個什麼東西的市 升了那麼多呢 其實那天都沒有北水 不過那些人就夾了它 就升高了 那麼今天你看得到怎麼樣了 就全線是出貨的 特別是那些中資股那裡 你看到沒什麼中資股呢 是會有升的 除了很個別的情況之外 那麼再其次我們看看 整體來講 盈賦基金是跌得比較多 因為它說一下ESG 這些ESG呢 其實 我對這些ESG是沒有好感的 都是即是 噱頭野 環保 哈哈 好了 那麼今天呢 有幫保險是升 這個其實是這麼多隻 恒指城雲股裡面 只有它一隻好像是升的 在一段時期早期的時之中 那麼其他這些都好跌了 那麼跟著我們看看那個是 其次方面 其次方面呢 我見到它 即是上一個交易日呢 抽了五百多點 它今天 抽了五百多點下來 那麼這就很必然了 因為這個呢 只不過就是一個是 起這裏 即是 你沒有資金 起這裏支撐 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看看 周線圖方面 周線圖方面呢 又不是太死的 暫時不是太死的 那麼在這點裡面來講呢 就繼續 是這個水平 那麼 遲少少 會落到去哪裡呢 那麼我個人估計 應該會落低少少少的 那麼應該落到去162度 很多人都說168 那麼168、162 沒什麼所謂的了 168、165、1625 沒什麼所謂的了 上面那個 那個是 阻力位肯定在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這裡 這個繼續一直調整下來的 那麼 那來緊的一段短時期呢 都應該是18700 到162、165、166、165 至162、164之間 是徘徊的 好 那我們看看 那有什麼股票可以看呢 一個就是 975的 蒙古焦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